歡迎收看臺灣新鑑街 我下面 戰委面帶大家來關心 南韓的政策看 南韓第五任 政總統傳導官 因為骨髓流九十歲來關心 韓國社會對這個我們說 發動政變也好 還是說 發動流血點 軍事獨裁者 普遍都沒有印象 尤其我們看著 土卡頭頂 寫上 一九七九年 他發動 三十二的政變來獨管 另外呢 讓南韓人更混沌 就是在一九北空年代的共酒育典 我們說流血點 那人前還有流血共酒豆腐 這種的這個壞名聲 那是經過調查 一九北空年代 我們說五一百共酒育典 他派軍隊來點 冠風的飼料報告 說是一百六十人希望七十人失蹤 但是民間上普遍就認為說 哇 被害人數 被冠風的所需 可能要三倍來起跳 有一些人失蹤 到達人為替都找不到 也說到這個政變 什麼 他說這個不會回來 他說這個政變是救國家必要的機動 好認說派部隊派軍隊 進去到共酒 裡面 他說什麼 如果是一樣的情形 國在發生 聽到會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說這個政變這個部分 另外我們也說到這個共酒育典 全都煩 他是技術 為這件育典來度假 這尊韓國的這個態度也很明顯 他是頭一位 不能我們說 鄉守國中的這個政總統 為什麼不行呢 我們就說到韓國國來 因為他的這個育典 我們就說到在韓國民族性也好 或是說他的這個歷史背景也好 其實我們說他怕民主法這條路 真的感謝 真正幸福 所以我們說過期有這種軍事 這個政變也好 還是說我們說有這個老火 這個燈也好 都對韓國人來說 深重有些這個贏定在 另外我們也說到 在韓國的流行電影裡面 很多這個贏時的作品 像說由北空年代 民主法的過程 都把它劃作是電影 尤其我們看到說 這是我只是一個客廳車輸機 這就是在說那時候公主事件 一種歷史背景 裡面還有一個記者 他是從其他國家進來 他那時候拿到這個卡メラ 進去到公主裡面 配合到我們說這個客廳車輸機 真的到三天 就把這個我們說收集到的事情 然後這個過程都拿出來 要唱在日本 其他國家 才把這個手機拼出來 這要讓我們說韓國有一個民主法 大一個改變 透過的節目 我們好好來看韓國民主法的 哭男歷史 先來聊天節目頂 坐坐來賓 第二欄邀請 台北韓英文科技大學 同時高中心副高修 吳建中 高修你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一樣要來邀請 第二位是我們東北台學 貼學和我們人權 學長的高修丹妖華 高修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第三位我們邀請 美麗倒數驚 政治修人者嘉賞 一樣是我們台義務員 創營本庫的創辦人 朱晴祐 委員你好 大家好 所以我們的邀請 在韓文化協會 進行中主立輝老師 我們透過連線 主立輝老師你好 委美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一樣透過連線 我們要來連線 清華台北科技法務高修 我們的這個李毅力 高修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啦 感謝所有的來賓 我們這段要先帶觀眾朋友來看 說這個 我們說這個 導環 我們前導環 這個政總統 在韓國貴心 其實國內的普遍 我們說真的 南韓都對他不好印象 我們也說到 他的這個貴心 其實是韓國社會 還是我們韓國政府 沒有要提辦 國總先走 來看 真是我們議論的南韓 將總統全黨員 二三十二出來貴心 將年九十月 全黨員是1931年出席 是韓國第一十二到十二次總統 197年 將總統普政 比起色新夢 那個時候 當時立軍校長的全黨員 當時聯合調查本部部長 需要七位 將十二軍事政兵特權 實施獨裁統治 他叫北韓年五月 全黨員選保全國國代概念 不過西南部的公主市 也有大規模是為何黨 列書上叫做五一拜 公主民主法運動 最后是全黨員 下令無列電壓修訂 造成很多百事相夢 廣峰統計 公主市怕造成200控制的人 失望 700多人親黨胸 他叫九十年 又破四行 後來首爾 九點法院 再破武器道行 他叫九十年 那個時候 擔任總統的 金英山 殿下傳導喚 也跟共同七位政變的 正總統羅泰武 擔任總統府 又破損 也欲 就是 留轉中吧 acabar賺後來自大陸的 中裏 還有 獨立國級被刺結 五一八民意見的 五一八民意見的 韓連夏暴斗即存 鑽刀環有火燃到萬聖賓 當地二三再去八點四十分左右 在原火董自己家裡過心 為替是要送他案子 鑽刀環的發言人標示 他的委員就是要送在南韓 可以看到北韓的土地 不過開始的地點會在火花之後決定 公視新聞林皓如辯約 鑽刀環過心 我們之前來看他的這個性病是什麼 一級七級年我們說這個鑽刀環 我們說在在撲政火 被撲殺了 他是透過軍事政變來招待 另外我們說 EQ北韓年代就是我們說 公主反對政變 有這個五一百的民主市委 沒手我們說這個轉刀環 可能就是這個火壓抵押 我們說潛入的這個人 所以這個怕死驚 就是公主死驚 我們也看到這個性情 無標限到 我們說火失禮 也呼應我們說軍隊的抵押 我們來請教這個高雄 這個人在這個韓國社會 雖然是前總統 但是破片對印象都不好 是怎麼樣 是 當然我們知道後面 大家都知道就是公主死驚的時候 他這個鑽子 學生鑽子的反對者 那最重要就是說這件事到底是怎樣 其實現在我們韓國社會裡面 因為對這個轉刀環 他的刑情 他自己有出一本轉刀環 飛漏 這個飛漏裡面 他說這個這個頂額裡面最重要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有一些 北韓的特種的部隊 在裡面做亂 所以他比較要派出軍隊來做這些處理 再做這些頂額 所以簡單說他對當時這些事情 他是完全都不需要 都不需要 也不需要接受 尤其他出這本車的時候 在南韓出現很多反恐的那種聲音 但是很多人去問 他說他絕對沒有效果 也沒有保隱 他有做過這件事 是 但是我們看 其實我們全島環 他的一生裡面 其實他就是一個軍人的那種循環 什麼叫軍人的循環 其實他過去他是在大區這個地方出來 在他的前總統 Paul正希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Paul正希向氣勢進行 其實他就很有心情 想在在政地中發功發熱 他那時候打的是藍寒的軍事官 好好好 那時候他情緒不好 但是他很柔軟 所以在軍隊裡面跟他有很多好朋友 包括他後面接他的總統 叫盧泰宇 對他來說 他這個東西就是好朋友 是 在那時候因為他很柔軟 所以在軍隊裡面 他有組織一個叫盧泰宇 這盧泰宇就是 陳總統 Paul正希 穩尊他在部隊裡面 來付出一個 支持他的力量 譬如說如果有出事 或是要做什麼的時候 這盧泰宇的幹部 可以出來支持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這個CG頂頭的部分 他說軍事政變順帶的部分 其實就是他已經穿很久的時候 他準備要順帶 所以對他來說 其實他就是情形 就是一個軍事的那種循環 他在執政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 他就是用北韓這個名字 說外面有外婆要入親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團結 這就跟過去我們概念的時候 我們國家裡面 也是怕中共會來信討 所以同樣的名字 所以他在執政的時候 他用兩個名字 一個叫做政法社會 一個叫改善治安 用這兩個名字 抓不到很多人 還有一個叫做三清教育隊 專門來對付這些翻控制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為這個部分來看的時候 其實他對力 還要最大的就是公主主義的時候 因為他那個時候 他上面是政變來提到這個管理 所以很多很多學生 很多那些反對者就跟他講了 你是不是應該要翻款 移民 但是他說不行 因為現在北韓 經常要跟我們信討 跟我們怎麼樣 所以對他來說 他說他要訂閲 要不要改善的部分 所以我們看到 一級七級年的時候 他招待 但是老闆是動不了 他的這種執政方式 所以一級百空年的時候 就產生公主主義 公主主義後 他用訂閲的方式 雖然他沒辦法接受 但是我們看到 他也是執政不... 很久的時間 很久的時間 但是讓人動不了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說 其實後面 韓國的總統 其實一陣只有五年而已 為什麼 因為不讓他做太久 的管理太大 最重要就是說 他後面執政之後 其實對南韓的民主 政典 這都是一個富民的告財 最重要就是說 他那個時候 抓去那關之後 把他放出來 那個時候說 金永山的時候 說要擲河蓋 擲出來之後 結果他出一本回憶 去保證 保證所有做過的事情 對 保證所有對他的疾控 韓國老闆時 絕對沒辦法接受 他的這個公法 然後他這個不信任 有做這件事 原本接他的總統 叫盧泰嶼 比以前四 是 在他四進行 他透過他兒子 把大家倒缺 抱歉 在那個時候 有這個公主的事件 因為說他的後一人 跟他當時 做會做證的盧泰嶼 最好是有倒缺的 但是全老闆 我們頭到尾都沒辦法倒缺 沒辦法倒缺 也沒辦法信任 他這件事 是對南韓的民主 人權是有那種 鄉海 他把所有的執入都塞給北韓 這北韓說因為他的預金 所以我們看到 現在南韓老闆是對他的反恐 對他的反應 是這麼冷淡的關係 原本 所以我們看到 鑽刀環 這個英國軍事政兵來掌台 賺到這個點子 這個歷史 相信南韓的人 都記在心肝頭裡面 原本分開 其實我們這段也要透過連線來訪問這個主力 他過去在一九百空年代 剛好在公主事件後 他去到韓國 那段時間 進去那裡是做留學生 沒手是有這個報社派他去做什麼 做這個記者 其實他說這個過程裡面 廣東去用這個隊 或是說有人去卡電位 給他頂頂這裡 我們待會好好請教 在這裡我們想要來問他說 這個在全島環 歷史定位 韓國人是怎麼看 這段韓國的氣氛 又是什麼 我們也說到 說主事件 怎麼看 請來請教主理鐵老師 還要請教主事件 還要不再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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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輕人的二三十歲的 那個網友 他們就說 應該把那個 打冠 暫時 打冠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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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年輕人現在已經 民主文化的 勛逃了差不多三十幾年了 所以他們都有很清楚的民主意識 那年輕人就說 這個人不能完了 所以坦白說 這個青春要不再結束 因為 他還說 第二次的體育公所 就是二千十八年 那時候是 因為有新的政機發現 第一個 他必須立正機 對空中用機關穿 對下架的軍眾來騷襲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那個軍方有 老出的軍事機密 到一天 到幾點 幾點 幾點幾分 派多少人去到一個 店 去進入 那個時間廟 人數都有 第三個 新的事件 就是 有三個十五個人出來說 去給鋰鹽 我們 共 這個事件 所以 二千八年 我們跟第一次去 提起 行事的工作 不過他只出場一次而已 這個案 就 你說說 那件 檢察官有的 這個拖 他知道他已經 八十八九歲了 時間也沒有六個 所以 他俗法的案件 就已經算一四季之後 都結束了 不過 那個 歷書的機密 會繼續出來 再繼續出來 對 出來之後 公主黨就知道說 開提成的命令 就是全都會做的 如果他說 拿到那個 他簽名的政機 這就對公主黨 是很大的 很大的 這個一個調整地 所以我們看到說 幸福這個公主 人一個歷書的 這個基地 繼續再親到教授 怎麼幸福他們 我剛才聽那個 朱律師教授 他說的 他們是有俗法的手段 去處理這段公主的 那些報應 是 他先把這些事情 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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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翻出來 那就是因為 那有一個公正的法庭 讓他們去處理這件事 所以就要找到很多禁錮 就要說 要幫他頂椎 幫他判死刑 是因為什麼 他就是說 他有一個俗法的方法 去處理這些問題 不要說 他有判死刑 他那個軍官跟他手下 有很大的人 開槍的軍官 還有公明令的下命令的人 那一定有判死刑 有的兩年 三年 五年 都有 這代表就是為什麼 就是那個社會 對這個 你心盤的過程 大家都知道是真相 大家知道說 事情是如何發生 所以先讓大家 不要原諒他 那就是說 南韓的政府跟社會 其實有的手段去處理 當然還有很多情緒 沒辦法 都在找到 所以那個漸漸漸漸 那個社會就是想要去追究 那個真相 可以讓大家知道 真的啦 這個情緒的挑戰 不是政府的 我們說到民間的 非常重要 這就是我們連續 清華大學法務 研究所謂的 綜力高修 儀利高修 我們也知道 你去南韓幾年 尤其我們說 公主事件 這個受難者的家修 你也幫忙很多 他們這個感受 是什麼 你的研究發言 又是什麼 我想說 這個受難者 跟他的家修 當然對這個事件 是很想起的 這是很大傷害 這是嚴重 很嚴重的領寬 我剛才也說到 民主法之後 這些家修跟受難者 他們有一個機會 才有這個機會 要求 民主法之後的政府 應該要做一些事情 包括要有新的法律 包括用這個法庭 像剛才陳老師說的 有這個行事的法庭 有這個金雄的調查 委員會 來 來 大家說 那時候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還有 要有人來 來 負起這個責任 這個 這個 討論說 包括到這個權鬥犯 在這個事件中 他的法律的證明是誰 我還要說的是 全黨人說 這是一個政變 然後軍事政變 來進行動發 他的行為 但是我要說的是 這個 尤其 民主法之後 南韓有一個 也有機會說 有一個民主的憲法 憲法法院 憲法法院 他的憲法法院 在 1995年的時候 有一個 很有名的 這個 判決 就說 這個 即使你是成功的 所謂的政變 也是要 也是要 受到這個法律的 司法的這個審判 是 意思就是說 你不能用這個政變 用這個政治上的理由 還是說這個國家安全的理由 來說 你的行為沒問題 你還是要受到這個 特別是這個民主的憲法 的這個評價 還有包括他的這個審判這樣子 是 所以我們說到這個法律 也有規定說 雖然你會發動這個政變 但是無關你的這個理由是什麼 都要受到這個法律的制裁 還是說這個心伴著 相信我們在這個民主法的過程 我們也要做一個韓國跟這個 我們說台灣比較 我們感謝伊利高雄 把我們做出來這個分析 我們這時候又邀請到 我們親友委員 其實我們說到 台灣和南韓這個民主法 在1990年代 事實上會讓人拿出來做比稿 在這個比稿裡面 你覺得這個政差是什麼 我們也有這個儀款 政權在我們台灣 我們也看到說軍事政變 發生在韓國 兩國的民族性 或是說人民的對台 或是看待政府 政府對這個 我們說市委者 如何去做一些應對 你怎麼看 我基本上認為台灣人民族性 是很溫和 OK 很善良 我很感覺得韓國人很飄悍 因為我也有幾邊去韓國 是 也有去過金台中的家庭 跟他的夫人 也有很多邊的經民 他特別是幾邊 總統選舉的時候 沒有後 我也有去現場 所以很感覺得 兩個國家都是亞洲的國家 都是東方人 大家在過去的圍館 控制下的掙扎 努力 但是看起來 韓國人很飄悍 他們就很清楚 一直努力 一直盡處 是 台灣人是可能長期 很長期受到壓制 受到控制 而且白色恐怖 讓大家參加很大的恐慌 二 禮拜五天 我相信對台灣人 很多情形都放消不去 家族特別是 真的是受到很多苦疼 特別國民黨時代 真的是 並沒有什麼樣的政局 只要你檢察跟什麼人說話 或是人家有去拿到你的名字 檢察你就放棄了 有那種很恐慌 所以在民間差不多是很強烈 千萬不能去插到政治 所以這個恐慌 第一 受到政治破壞之後 也沒辦法有生章 都沒辦法可以 無論你怎樣 都沒有抓去 沒有刨去 沒有刨去 也沒有公開心法 所以這長期以來 讓台灣人很恐慌 所以不敢說 所以這樣我想有很大的差別 有很大的差別 是 我們說到民主法 這個疫情北空年代 我們走這條路 剛才也說到 這個青森的歷史 這是漢國的勇士 我們也說到 這是一種專性的政議 但是漢國普遍最青森歷史 這可能是這個反力上的一些警察 但是我們也說到 民主法這條路 絕對不是一條平的路 所以我們說到 其實它是一個社會力量的 我們說慢慢在這裡立即 所以我們看到說 韓國的民主性 民族性也好 民主的力量也好 其實民間社會 扮演一條非常大的力量 其實我們也說到 民主法的過程 或是說公主主義 已經四十一檔 我們這時候要帶大家來看 四十一檔 四十檔的時候 紀念華東 那時候總統是怎麼說 裡面我們剛才也介紹過 我是一個客廳所主義 他裡面的這個演唱 先坐好來看 文在營成的專領 這次調查公主主義 以及八零年五月十八 公主主義 是我們和民主法 一個很關鍵的過程 它的背景是 軍人出現的全土館 在政總統普正西 以及這幾年有七星夢後 發動政變獨環 營化控制 染過全路換算 下令概念 若還在1980年五月十八 派民在哪 公主控制的民眾 向後發生十天的 勃力衝突 照明的電影 我只是計程車主義 就是改變自公主主義 這件事也變成了韓美 列書創傷 廣峰不夠說 公主主義有160人死亡 包括警察和軍人 有超過70人失蹤 嚴股社會人數認為 離開人數比廣峰的 所理結束三倍 而且有些失蹤的人 到現在連市場都死不 心裡不太好 我都不見了 皮膚子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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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生存在 我們生存在 絕對 中毒藩的 罪的軍部集團 在某個程中的 某個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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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 那些人 有關 有關 協助患 1990年 因為因為 反國跟財富罪被判死刑 不過上市後 該判無幾度行 還要得到總統特色 之前調查 江九孫子的運動 林思說 這件事很大 這檔案 比較不夠再發生 不過保守派 林思選委 江九孫子是 北韓的 盤亂 兩名立場合相 配平 在這專行 政議的這條路 我們和議員 做到很大的主要 記者綜合不獨 是我們說到 公主 民主運動 已經過四十一檔 這四十一檔來 有很多 我們剛才看到 裡面 我是一個客人 這裡有觀眾朋友 去看過 裡面還有一個記者 叫做Peter 他就買了 把這個領袖 全部拿到日本 來透過這個 我們說 日本的這個 紅色街 拿出來 拿出來 大家知道 南韓經歷過這麼 苦難的這個 歷書記帝 所以我們就說到 這個公主事件 發生一個 北韓年代 這段已經四十一檔 但是他買手 又接近八檔的這個時間 有人都說 他其實不是很壞 這個總統 他還有做過什麼 他還有做過 跟外交官 有開始在建立 甚至 那個人前 他上台後 就去美國 這個 我們說總統 就去訪問 另外呢 還有出席在1981年代 還出席到1981年代 漢霞俄文 出版款 所以有人說 他真的是有公有高 公的部分 其實有人說 可以這樣做過 高雄你怎麼看 我相信 政治人物 一定是要留給大家 來打斷 但是他的公有那麼低過 他的高嗎 我是覺得沒辦法 因為這一檔反一檔 尤其是我們看到 他不管是1988年的時候 有辦漢霞俄文 其實我們看到 其實在他後面的管理 已經漸漸 因為韓國的民主法 那種運動 是越來越來越起來 尤其是過去 不管是貪污也好 還是這些違反的做法 已經給很多大學生 給很多民眾 已經沒辦法接受了 所以我們看到 不管你用外交的關係 也好 還是用這些 辦什麼俄文的做法 他當然是想要扳回 他國內人民的支持 但是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和人民 是沒辦法接受 他的這種做法 所以我們看到 傳統反一年之後 後來日本總統盧泰宇的國會 雖然要調查 雖然調查的時候 他就跑去沈山佛寺裡面 來做一個自我放逐的過程 但是我們看到說 其實老百姓並沒有忘記 這件事 對於公主的事件裡面 到底送留靈 送怎麼去做這個定案的部分 你不能說一句話 這因為北韓 這種部隊 他賣之後 所以比較要去做這件事 是 他一定會把這些 所有的規則 全部報回 全部都報到一天二天 但這對老百姓 沒說 絕對沒辦法接受 所以我們看到 雖然他下台之後 我們看到第一 國會開始清算 但是第二 老百姓要喊的是 民主法的過程當中 雖然你的經濟 在外交當中 是有一些建設 但是你不能用這樣 來做低貴的部分 因為我們當然知道 我們過去 我們阿酒四小龍 這個經濟算不錯 但是這半年以來 我們看到這麼多總統 後面為什麼有落台 或晚上這些問題 因為他們都跟這些財團 其實有一些 群帶資本主義的部分 所以我們看到 南韓的民主政治 其實他有馬上一頂 跟那些高級的那些 五項的地方 所以對老百姓來說 南韓民主法 還沒有完全完成 還需要後面 專程正義這個部分 來補償 這樣比較有更正常化的部分 是啊 我們也說到這個 這個總統 其實我們剛才說 在外交上 日本 韓國 可能有開始對話 可能是主義開始 但是當時也有告訴說 他是要去日本酒精 他說酒精的這個時候 是要來務政範 我們說這個頂部份 另外我們說 1981年有什麼要 證明到這個漢涉的俄文 其實也是要專誘到這個公主主行 人民可能對他有些 分開財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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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 財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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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照到這種版俄文的方式 來專誘一些焦點 我們先來請教主理財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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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 那時候還更重 那時候氣氛 真的比我們台灣很嚴重的事 還更嚴重 有留學生說今天還有市委 那時候家庭沒收到 那在郵局就把他扣起來 連三個都家庭都沒收到 像這件事 我在那時候 我家庭的大陸要給我頭痛 那時候我家庭有24小時的 根堅 還要把他 在那裡 要把他驅逐出境的偶像團裡面 好 知道 他們不敢這樣做 因為有幫高的國家 你讓讓他驅逐 高官 或是記者 那是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我沒有 不過我 原來是中央 中央情報部 已經改做國家安全的Q役部 那個Q役部的 幹員 差不多三個月半年 就吹我喝了一杯咖啡 不是說你這件事就問又沒用什麼 我入境韓國的 簽證的保證人 是一個國會代表 國會代表是親 執政黨的 是一個宅壓黨 那不是親執政黨 因為我這樣 有這種人脈關係 可能比較好 比較有保證 但是我也是差不多 我每天發新聞 發出獨家的時候 他就可以用 违反國家安全的 违反國家的機密 這個罪名把我抓起來 因為是外國記者 他不敢對外國記者 想過 想過 回復 但是我的保證 他就是國會議員 現在三個月半年看的人說 哎呀 老闆啊 我們早上慢慢接到那裡拚命了 比較 比較 照顧一下 所以 這個高壓的氣氛 一下 他想著說 全土安 我一直到 EQ八七年的六月 全民的抗爭 控制 我就知道 哦 原來這個 獨裁政權 受到人民 擲土 全民都騎出來 那那個中山改給 八年改給 都出來 這種人在 一般的社會 都是那個 既得利益者 年齡都不滿 都騎出去 走出來 所以我就知道 這個政權 爛不得人心 真的 感謝 是 感謝這個 祖教授的報問 我們繼續 請教 這個雄法教授 我們剛才也聽到 這個祖教授 他說在八年裡面 受到這種感染 到壓力 其實尾手的總統 一陣一陣一陣 就開始做青森 歷史的專行政議 也好 有政治最大的動作嗎 還是說真的是一個 專行政議的代表呢 我想這個問題 剛才你有問周清裕 他說跟228有什麼關係嗎 我覺得最大的關係 就是說 就是南韓他們做國際法 所以國際法 對國際的規範 比較了解 所以我們有什麼美麗島 要不要的民主法 他就是沒辦法再暗蓋下去 所以如果國際 要注意你這件事 你就沒辦法 用什麼藉口 就想說沒有事情 沒有決定 所以我覺得國際法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他們在民主法之後 他有很多很多真相委員會 根據聯合國規範 轉型政議 就是要保護人民的真相權 就是我們要知情權 另外就是有政議的管理 我們就是要有 知道什麼事情做不到 阿伯就不可以再做 就要保護 就是要對那個 那個受害者 就要讓他們有公約的機會 另外就是說 你那個政府 你就要跟大家說 我阿伯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我覺得這件很重要 所以就開始有司法改革 開始就是有很多制度的改革 那些軍隊的管理 就要退出那個 我們的政治裡面 是 聯合國也是有很多 那種 叫做那種指引 跟我們轉型政議 我們就要注意 像很多 剛才主理師 教師有說 很多那個公報 那光州事件 有叫做軍人強暴的 性侵的那種案件 你有把那些女性 她有承諾到這樣的事情 像那紀州 紀州四三 她是很多很多 那女婦有懷孕的時候 叫我們 剛才說 打到就是嬰兒 落體 是 很多這種事情 所以他們就是有成立 很多國際規模的真相委員會 他們就是照國際規範 像我剛才說那兩千 二零二零年 有一個指引 他們就是有 之前就有很多 那種規範 他們有照那個去走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就是國家要不怕 不是說我要說 過去的事情 過去的事情 過去的事情都不跟他說清楚 什麼人是做什麼事情 讓什麼人受害 這不是那個人的這個 不能說你這樣把那些 援翁建設的人 把他在法庭援翁 把他援翁 跟他在修行裡說 抱歉 我做不對 不能這樣 一定要 一定要給他 給他台詞 還有給他發行 還有給他台詞 這時候你就要 真的有一個 真的讓大家知道 每個人都要說 他不是判人犯 他真的是民主提出 他是思想犯 他是政治犯 這是很重要的 OK 繼續來 請到這個情侶委員 我們剛才有說到 二十八四驚 還是說二十八公二代 我們在台灣發生的四驚 尤其我們說到 在美麗島四驚 對台灣這個影響也是很大 另外我們也說 用這個部分來去教這個公主四驚 來做一些比較 說這個環體勢力的訴求 可能是我們在這裡 因為剛才也說到 那時候不動 美麗島 可能就是一個尊重的這個形式 雖然它是一個十節的這個方式 我們看到說公主四驚 我們也說到 一九百萬年五月十七日 也涉及到這個概念 保證民眾參與到民主管理 應發民眾要要求概念 另外我們說四驚 是怎麼發生的 在我們台灣 我們說到 一九七九年當中 是世界人權 我們過去也有討論過 說美麗島四驚 在高雄福祉 在申請到這個人權 貪圍的時候 東華人士分地按照演講友情 所以補伐到這個經免的衝突 另外我們看到公主四驚 他在北空年代五月十八的時候 我們說專欄含這個條泉 兩間大學學生 跟蓋陽軍補伐到這個衝突 第一說一個和平 控育變成一個軍事的這個燈壓 另外政府怎麼處理 那當初這個政經國 他說要求頂部軍隊 你就要打你不可以翻手 你也不可以硬碎硬質 但是那真的是這樣 我們待會兒好好聲告 另外公主四驚 那當初專刀環 也是下令概念 軍警是全力來去頂壓 十天這個無宗控制的行動 再來結束 請教委員怎麼來看呢 尤其我們說 那個人前的政經國總統要求頂部軍 真的是這樣嗎 我想我們常常知道 過去我們大家都知道 在臺灣是可以說 大家都封鎖時 時代人都說千萬不能去插條政治 不然你就會砰去 不然你就會封鎖去 也沒有心法 你如果就是心法也不可以說會變沒座 沒心法就有座 還說心法也沒座 所以在這裡 在那個中間我們同樣都是在鈣鹽的椅子 是 在韓國那裡也在鈣鹽 我們這裡是本地就在鈣鹽 有夠長的 很長的 所以在這裡我們 其實大家在說高雄四驚 其實邀教文都說 其實不是高雄四驚而已 這是整個是米蠟就行 所以米蠟就行 就是說因為當初是這庭 我們不可以在鈣鹽的地方 不可以作動 所以但是我們一直希望可以 這差不多大家正人 有地上的人都會認為說 我們希望可以解毒鈣鹽 這是第一條 第二就是國會全民改選 可以再解毒鈣鹽和補鈣 所以這是差不多共識 但是一直都做不到 因為你如果說到這個 大概就是抓的 你如果作動不就抓去 就差不多是這種情形 所以那個時候是用版補紙 補紙也一本一本在鈣鹽 所以在這中間 但是因為這段 米蠟就行這些人 差不多都是很受高雄 都是律師 教授 都大學畢業差不多 都是社會的有地式 也不是說以前的沒有地式 就是說這段剛好都是年輕人 因為你在二個星期那時候 一些精英差不多都抓了 所以大家怕 就一直打下去 不敢說 說你也不好 因為就不公開 不公開 手法就不去了 在米蠟燭市場 這就是說已經半十字 米蠟燭市場第一季四萬本 第二季五萬本 七萬本 一季一季一季進來的時候 大家都 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 在那個時候 差不多大家都要去看那十字 那十字不是在煽動什麼 是都補一些屬性 補一些我們人民 普遍都認為重要 但是不可以說的事情 所以會受到很多反應 大家都說 這都不會聽到 但是都是屬性的事情 所以很受歡迎 但是這樣一直去 而且十字在流行 所以每個地方都有這個服務所 所以全國國地都在他服務所 所以差不多都變成是有組織 有系統 所以國民黨就聽說要處理 不處理就是危險 所以是差不多一年來 差不多連線 每一個服務所都受到 不管是陽性街那裡 還是說在不一樣的官司 甚至在高雄這裡 其實是每個人這樣在辦 十二月齊十是世界領館率 這個就是大家領 這是領館的問題 以前台灣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領館的這個議題 十二月齊十就是領館率 世界領館率 大家認為說 應該在那個時候 要有一個講演講 尋找選佈 所以這是一個 其實是很正常的事情 只要辦這個就是職會 就是遊行演講這樣而已 所以姚家文 那個時候 他是體律師 體律師好 第二天要開場 結果說這樣合作判亂 其他一些人也是 認識說 大家收招給電話來 這樣 這種的要怎麼可以判亂 但是他們是用這樣講 是合作判亂的行為 而且在這裡 在十二月齊十的進政 就是有高三思行 就是去那個服務所 去弄那個服務所 所以那個氣氛就緊張緊張 大家就在風險 是不是會有頂打這樣 就是有那種緊張的氣氛 大家是 像我們的新生 他也是收到通知 大家收招去這樣而已 我們現在還住的時候 疫苗才要去開場 要南部開場 是這樣而已 去那裡 他們也沒有任何的價位 說要去收台 或什麼 不是這樣 要去打人 他們是要遊行 要演角 要選團 是這樣而已 所以在這裡說 這個正經紀人說 打不還手 打不還手 也不還口 所以我們了解 時後了解起來 就是說 先正後半 先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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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就收序 因為他們要申請 要演講 說那裡不行 就是說我們只要演講 名字是怎麼不行 所以大家遊行過去 但是其中 就是聽說是高雄 王國雲 他們那地方 他們的人 他們都有記憶 他們都有記憶 是 連後就是那些人先發帕 你發帕我也會還手 所以是這樣啦 先正後報 所以基本這個公法是 說不過 倒閉的 倒閉的 他們說實際就是他們先把你 把你扣起來 先把你扣起來 把你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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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在那裡扣起來 OK 不是有勃動 不是勃動 是先正後 這買手真的看不過去了 人家一個環控 而且我們先生 他們就在這裡說 請大家不可以打 請大家不可以打 那個擴音器 錄音跟打也有 所以歷史的這個北京 歷史的這個證明 其實都要看這個美麗 就有一個證明 另外我們也說到這個公主 那時候下令概念 所以剛才我們也聽到 就說足夠受 她也說到 那時候她是怎麼受感控受 感受這個感疼 所以那時候請教委員 在台灣也是一樣 受到這種對待吧 我想這個我相信 差不多大家都知道 電話都會錄音 那時候 走路會有 有人會對 那都知道 其實我會記得 在平民到時候 冷 冷 冷 那時候 我跟我們身體 那時候我們是大學生 是 我們兩個就是去看 因為他找到也有 有學生要訪問 那就是我們兩個 就是我們兩個 那時候到那時候 我經常說 空頭就有人 空頭也有人 空頭也有人 那個Q分看到是怪怪的 真的怕怕這樣 但是那時候 實在說年輕 只會怕怕而已 也不知道這樣是怎樣 不太瞭解 冷後在韓國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國民台會代表 整個團體 但是因為我們是九歲 九歲有特別的安排 去跟金台中他們到 去那裡是 去到那裡 空頭也是 反正都黑暗黑暗 人家也是有人 就是有人在感動 有人在對 那邊也是有人 那個Q分覺得一樣 是 年後在我離開的時候 因為近來 用了派他們的車載我出來 結果後面還有對 對後面的車來 因為他們可能想說 是他搞什麼在車上 其實沒有 是車送我出來 所以那個Q分 你就知道說 這個特別的這個 空座 那個 政治的那個 壓座的那個手段 跟我們很多都一樣 是 所以我們就說到 這個過期的這個手段 不要再用了 我們也說到 這個韓國在說 全行政運用 這個青森歷數 這個部分 我們剛才也說到 這個每一名總統 為什麼不讓他們做第二任 不讓他們連任 因為可能這個環境過頭大 所以我們說到 全島環境有這個 羅泰國 那當時同樣也是 可能是公主 事件他們兩個人 有稍微討論過 合作過 另外那當時 這個羅泰國 他也是讓這個參與到軍事 煩惱 滅亂罪 說要台 這個上司 上司 上司 未遂 未遂 所以也是讓他破行 另外我們看 他說金楊三分這個部分 他的這個身份 他的這個候選 受人這個黑色 這個逃老稅 另外第八任總統金台中 他的這個身份 兩位候選 座名這個青森 也是一樣受黑錢 然後下定什麼 他的這個 黑色 因為這樣去奉台北 另外第九任總統 這個選羅威的總統 他也是這個受這個 我們說受黑色的錢 尾手 他是結束到自己的這個四名 第十任總統李明伯 也是涉嫌到 探戶 一百二十億的這個漢票 那當時是十七檔的這個鑑金 第十一任總統 普金會 那當時有的這個親信 用親信的這個名字 尾手也說藍寬 還有這個探戶 還有這個探戶 三十檔的這個優基路程 對於這個一千一百個八十五億 另外第十二任總統 文在寅 他其實說一半年中心 所以我們看藍寒每一名總統 都帶桌 漏台後 是 我們看到其實在藍寒 做總統風險很大 當然我們看到 為什麼會都大概都是 食欠的部分 比較嚴重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藍寒 那種總統 寬力很大 是 尤其欠那種座行的制度 check and balance 絕對是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 他不管是人民中立 人數的那種人民款 都是總統來 所以我們看到 雖然說他只有一人的部分 但是因為都六個手 所以寬力很大 寬力很大的時候 所以我們看到 他們國內也是說 有那種行政 修法 立法的這三款的分裂部分 但是我們看到其實 我們看到其實他們 立法部門 其實那個權力不那麼大 但是相當的 是因為有一個獨立的修法部門 所以我們看到所有 這些總統都叫修法部門 來起手 來感動 但是我們最重要的 我們看到就是說 修法部門 他們都抓到一些正義 但是今天都有一個一樣的循環 就是說在這個政治人物 都要落台前 這些案件卡得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 現在總統到 都要落人的時候 開始擺腳 開始擺腳的時候 我們看到修法部門 就開始出來 開始出來的部分 所以我們看到 就是說當然 因為擺腳這個部分 對他的管理 當然是有些制裁的部分 但是我們相當的 是看到說 其實所有南韓總統 他們都是說要拚經濟 但是拚經濟的背後 其實也是後面有很多貪污 很多不法 對民主來說 是很大的那種武術 所以我們看到 他們的那種裙帶資本主義 這個部分 其實比我們看起來 我們以前我們說 亞洲四小龍裡面 都是那種發電中的國家 這種發電中國家 都是國家看到什麼政策 是最重要的 所以國家整個 整個國家落入 所以你看三星 現代這些企業 都是政府給它伏地起來 所以他們這種官商勾結 全錢交易的部分 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我們看到 立正總統都沒有什麼好 所以我們看到說 頭前才可能是軍事法 要說軍人 執政的部分 背後有一些總統起來 很像老師剛才說 跟這個商業 有陣子的關係 但是我們看 南韓民主法這條路 其實也不是這段路 都完全順了 教授 對 那就是很多人權的團體 大家都很打招 想說要開始把國際人權的規範公約 或是那種重要的人權的文件 他們都是要達到標準 所以他們很多團體都集合起來 所以就是要讓國際人權出來 所以他們就想辦法 像武安府的問題 他們就走去聯合國 去那裡行聽證會 讓那個受害者有一個機會 可以跟大家說他們國際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他們 我們可以學他們的地方 像我們美利島廖 我們根本就沒有真的去對以前去約會的人 到底是什麼人 下令去打 打人去鎮壓 我們現在到現在都不知道 對 都不知道 一個跟害者都沒有 所以我們的社會變成一個 很多很多受害者 不過沒有人說 知道一個名字 什麼人做什麼事 所以我們不是說要把什麼人抓下來 我們是要知道而已 就是說像剛才說的 受害者跟要一個情緒 你說一個抱歉 那些拳頭犯 他真的承認說 我貸這個人 不對 我們不可以貸這個人 他也不欠 大家不一定說想要 一定給他死刑 所以我們就是要知道說 到底做什麼事情不對 阿嬤可以 不可以做一樣的錯誤 這是我們真的意義 說到這個加害者 或是比害者 怎麼讓他現行 大家知道是什麼 其實這也是要有些社會溝通 都在裡面 尤其我們看到說 最近也有很多這個事件 說過期這個什麼 算不可以這個事件 這個也是我們說 未來啦 好好的台灣 如果要說專行政議 什麼的這個專行政議 加害者 什麼可能 他也是一個機制而已 那時候會被牌去 未來請到這個情侶委員 怎麼看這個事件 說加害者 怎麼套勞出來 現行完行之後 我們都知道醫療 要怎麼辦呢 我想就是說 喝麵大家可能那個經過的信心 也要有 要有 如果怕的時候 就喝下去 我們就比較像媳婦名 台灣人很認名 受苦 因為過去就說 就不可以再說 說你 就換來再來就對你了 這點是讓大家很怕 因為台灣人這點的這個痛苦 一直都在心裡 但是好可以 大家漸漸都加很多受教育 也想說他就這樣 就應該可以盡處的安心 不可以說 只要到這步 就沒辦法所有人都到這裡 所以有的人說你們很勇敢 其實是最基本的 基本的管理而已 但是所以這步 我覺得整個台灣人 要先建立自己的信心 這點是很要緊的 建立信心之後 像剛才高雄也說 要走向國際和國際人權做節目 來打拚 打拚合作 今天感謝所有來賓 我們再會 感謝 多謝